新旗刺激又好玩 新旗刺激又好玩? 賴尿牛丸? 不是吧? 賴尿牛丸 賴尿牛丸 我以為是女嘉賓 安利哥,今天這間餐廳你推介 又說有什麼新旗好玩又刺激? 吃了一些古靈精怪很刺激的東西 但我又接受得到 古靈精怪不是吃蟲嗎? 當然不會,那些我不吃 這間餐廳都被碰到 車廂都遲到了 不知道這間餐廳會不會被人吃光 感覺很好吃 安利哥等了很久 看來這麼多人 塞車吃到什麼 我來了兩次都吃不到糖塞梳 他說現在沒有人幫他剪梳 一條頭只有兩條塞梳 鯉魚鍋是沒有的 還不是時候 鯉魚菜也沒有的 鯉魚菜也沒有的 他有其他很頂刺的 魚頭筋 一條魚頭筋 一條魚頭筋 一碟,你有多少隻頭? 不知道,有沒有抹筋 有抹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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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之前都沒有吃過 這個 有抹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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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特別了 這餐 很新鮮 不會吧 神德老婆會吃雪櫃 神德人家最好丟 這個 是一個神德朋友帶我來的 是陀地 如果他也說好吃 一定不行 這個 這個 這個我最愛 還有三碟 我最愛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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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超貴 嗯 真的很奇怪 吃排骨頭 真的沒得輸 頭皮一趟 這些東西 吃剩的 貴過魚翅 大哥 你數一下 一隻魚頭 就只有兩條 一邊一條 魚頭筋 我沒猜到 應該是魚頭兩邊 有兩條軟骨 一隻魚頭 只有兩條 抽出來 你說有味嗎 它又沒什麼味 有味 有味 就像軟骨一樣 但貴在手工和金貴 你又說鮮味 它沒有 不是那種 但這些你絕對是市面 你行運廣州都吃不到 這些 哪有空跟你做 鯪魚頭又好吃 東莞增食一大是最多的 一至少五六十條魚 有什麼魚量取食 但是吃鯪魚博 不要一粒粒 吃鵝粉 就要這樣才過癮 味道幾次 沒有一次失望 一隻菜都是魚香味 吃完這個鯪魚腸 我來這裡也必點的 鯪魚腸 其實這些不是水 因為魚腸有很多油 蒸出來的油 吃鯪魚腸就是 看魚是否漂亮 魚乾淨 好像吃米粉 很滿足 這個不新鮮的魚腸 就會有腥 水不漂亮的鯪魚 就會有泥味 我們吃這些是吃到的金香 真是金這個 真是好吃 這些我小時候 看到這些是這麼奇怪的 哪有人只蒸一碟 這麼小粒的魚頭吃 有什麼肉吃 原來會吃的才會這樣吃 相信人教的 吃魚只剁一個嘴 就是要搓它的骨膠原 還有鮮汁的鮮味 接著喝兩杯 跟鯪魚打車 骨就在外面 你就搓它的骨膠原在裡面 因為它的鮮汁真的很野味 水魚腸 一口就不知道 吃了別人整家 每個人來吃都是吃它的功效 什麼功效呢 只是心理作用 跟那個膠蛇浸走 一個道理 雞棺 等一下我們去找附近 有沒有雞腸 雞腸有沒有沒有棺 對 看看有沒有雞在地中海 哈哈哈哈 那個感覺好像 還在吃微炆軟的豬手 那股皮 終於吃了一碟剩雞棺 下次它做來雞邊 出來一次 有沒有 雞豬豬 豬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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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你是你那顆還是雞那顆 哈哈 這個我吃過的 它這裡叫豬麵筋 我們在港洲有一間很出名 是专门吃猪打边罗的 它叫猪叉筋 挺有趣的 整碟都像菇一样 为什么叫猪叉筋 一条筋永远有一边开叉 不知道为什么 这些是很中旧 这个是蚝油味 牛脊髓 它的豉汁真的很美 放得很准 它的汁也够味 其实有很多牛腾食 是因为以前没有东西吃 才转研出来 哪有那么有时间 和你劏腹鱼腸通着要洗 你什么时候吃春都想炒碟来吃 都可以送走 算下来又喝两口 吃得未未会占国开玩 这里是整人 牙有掌竞猪 哪一条是牙菜 哪一条是鱼头筋 这些是偏价 如果在平民区答中的粉丝 我们会送一条鱼头筋 就是这一条 各位观众 这几个是什么字 我当然知道 我不说 开估了 哪有意思 这几个又是什么字 全味香 全味香 100分 如果在平民区的 你明明是他穷兆阿爷 老板 这里有这么多鱼头的食材 在里面做回来 每个市场叫人家 这几个年 23年 这里有什么字 里面是什么字 苗安其珍 最后是真字 对 是真字 好像称字 好像称字 你书班 你认识他 我认识他 是不要骗称的 对 哈哈哈哈 因为他令你有记忆 是的 有记忆 他的食材 尤鱼 真是稀奇古怪 他写得没错 那首字 但他的味道又很稳 他令到你 不会说 不是食材尤鱼 而且是好吃 那一刻是值得 那么久不久 你又会想起他 所以 这么多年来 他还继续在 最初我们都说 以为他生意很差 现在8点 我们走 坐满 好 可以带朋友 嗯 可以串很多人 你用鱼骨 尿过牙尾 哈哈哈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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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